体检出5点很有可能是癌 最好做进一步的检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健康 体检赞成了大家熟悉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体检完了以后 报告也拿到了 却不知道怎么看 有没有换来的风险 今天乔主任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究竟哪一些字眼是癌症的提示 第一个是肿瘤标志物明显的升高 超过正常值4倍以上 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会查肿瘤标志物 大家都知道肿瘤标志物有很多类型 但是最重要的有 iP抗原 甲胎蛋白 前列腺 特异性抗原 以及糖类抗原等等 如果这些指标出现了明显的升高 超过了正常值几倍 甚至几十倍以上 那么就要高度警惕是恶性肿瘤 一般来讲 肺癌 胃癌 大肠癌等癌症 都有可能引起iP抗原的升高 而肝癌 生殖系统肿瘤 容易引起甲胎蛋白的升高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第二个就是常见发现现流性的吸重 肠吸重是很常见的一种 根据病理的不同 常吸重又分为现流性吸重 增生性吸重和炎症性吸重 其中现流性吸重 癌变的风险非常高 所以如果常见发现了现流性的吸重 一定要高度警惕 医生通常也会建议手术切除 把完整标本送到病理科 来明确自己是否已经发生了癌变 第三个就是胃镜发现直径大于 2.5毫米的不规则的溃疡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 发现胃里面有不规则的巨大溃疡 这种直径大于2.5厘米的不规则的溃疡 被称为巨大溃疡 它的恶变风险非常高 一定要警惕起来 第四个就是肺部CT发现四类节节 肺部CT是发现早期肺癌的最佳方式 很多人检查的时候 发现肺部节节一共分为1到4个等级 等级越高 恶性的概率越大 如果是四类节节 那么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这类节节是恶性的可能性非常高 一定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第五就是甲状腺的采钞 发现四类节节我们在做甲状腺采钞的时候 发现甲状腺节节 后面也会写一个分类 等级越高 恶变风险也越高 小主任提醒大家 如果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上述五种病变 那么恭喜你非常幸运用 因为等到出现明显的症状 再去检查 往往已经是癌症的中晚期 如果没有症状 只是体检的时候发现异常 往往其实是癌症上处在早期 那么早期癌症的治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 所以我们在做甲状腺采钞